各位同心大家好 洞洞有沒有比較好 他清醒了,快解脫了 快解脫了,等一下就可以下課了 回去可以好,等一下可以好好洗個澡稍微休息一下 來,我們接下來繼續看到 來看到這邊,1941年 美日太平洋戰爭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 哦,1941年 然後我們剛剛是什麼時候頒布明治憲法的 還記得嗎 1945年4月1號 然後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有沒有發現這個日期好像怎樣 時間是不是重疊了 41年就在打仗了 45年頒布明治憲法 所以代表什麼 台灣人啊 歷史記憶很薄弱就是在這裡 如果今天一個國家在打仗 各位會幹嘛 逃命嘛 對不對 你還會管 頒布了什麼憲法 然後現在幹嘛 然後我們成為了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還會去了解嗎 不會啊 正常來講就不會 所以當我們成為日本天皇的成名的時候 也大多數的人都不清不楚 再加上什麼 1945年9月2號日本怎樣 戰敗 無條件投降 1945年9月2號 投降 1945年4月1號 頒布憲法 4月1號跟9月2號這樣差幾個月 5個月左右而已 戰敗了 就戰敗了 好 那請問 這樣台灣跟澎湖還是屬於日本天皇的嗎 還是嗎 還是齁 雖然只有經過5個月的時間 但是不管時間有多短 他成為的那一刻 成為日本天皇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時候 就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管時間經過多長 或多短 這樣了解嗎 就跟齁 你結婚一樣齁 你如果跟你姊姊結婚 你跟你不結婚 結婚後你的身份證旁邊是不是 有對方的名字 然後隔天你說 他不是我姊姊 他不是我姊姊 可以嗎 不行齁 要不要簽離婚寫一書 要齁 所以齁 所以代表什麼 台灣跟澎湖有沒有割讓出去 沒有齁 即使日本戰敗了 但是有將台灣跟澎湖割讓嗎 沒有 沒有齁 因此當時怎樣 同盟國盟軍最高統帥 邁克阿瑟將軍頒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決定將日本五馬分屍 喔 有沒有這麼狠 為什麼要把他五馬分屍 來 日本偷襲了美國的哪裡 珍珠港 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 因此 美國是日本的主要戰勝國 主要戰勝國 他有權利來分配日本的領土 那當時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 美國他也是怎樣 花了很多的精力 齁 也是身受重傷 因此呢 他沒有辦法控管日本所有的領土之外呢 他還決定呢 將日本五馬分屍 因為 害怕日本的帝國主義 再次崛起 北方四島 由俄羅斯 戰管 韓國獨島 台灣呢 日本本島呢 由 美國親自佔領 琉球 聯合國託館 台灣跟澎湖交給 蔣介石集團 代理佔領 喔 那你會想說 美國為什麼要將台灣跟澎湖交給蔣介石 其實啊 日本的想 美國的想法很簡單 他覺得喔 華人或許會散代華人 起碼講話語言喔 比較能夠溝通 他也沒有想太多 他沒有想過中華民國之後 會成為什麼 流亡政府 也沒有想過中華民國會這樣對待台灣人民喔 所以交給蔣介石集團之後 台灣就進入了什麼 黑暗 的歷史喔 1945年10月25交戰國佔領日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 知道蔣介石集團 再來到台灣之前有兩個月的時間 台灣是完全沒有政府的狀態 沒有政府啊 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政府 請問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不會暴動 要嘛 趁火打劫要不要 趁機搶劫一下銀行全聯save 對不對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知道台灣當時兩個月的時間 有沒有暴動 相信嗎 相信嗎 台灣喔 兩個月沒有政府的情形下 台灣沒有發生任何的暴動 而且台灣人民組成自衛隊 自我管理 各位你們知道 這要多高的公民素養 才能夠達到的水平嗎 這不是任何一個國家 隨隨便便都可以做到的喔 沒有警察 都沒有人管 然後 沒有暴動 沒有人趁火打劫 那各位知道 在日治時期 有沒有看到那些 學生跪著在培養什麼 武士道精神對不對 有沒有發揮作用了 有 知道台灣人民啊 的公民素養 有多麼的崇高嗎 你從兩個月沒有政府 就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想像 蔣介石集團 跟台灣人民的文化落差 有多大嗎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 他們的士兵難民兵 穿什麼 草仔蝦 破米熬 士兵來到台灣之後呢 怎樣 其中一個 就跑去雜貨店喔 老闆娘 我要買一個水龍頭 買水龍頭 回去幹嘛 要爭水龍頭 他就把 回到後 有沒有 他就把牆壁 搖一個空 把水龍頭插進去 就準 欸 怎麼沒水 然後他想說 可能不夠深 他把水龍頭拿出來 又再挖深一點 然後再擦深一點 再轉 還是沒水 代表什麼 他根本就沒有裝水管 怎麼可能會有水 知道那個文化落差有多大嗎 他連自來水是怎麼來的 都不知道 我們被這樣子文化落差這麼大的控管台灣 各位可以想像台灣會發生什麼樣的慘劇嗎 歷史悲劇 而且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之後 哇 台灣六百萬人民而已 地廣 人稀 物產豐饒 一年山收 而且怎樣 經濟很進步 每個人吃得飽 穿得暖 白人都很好吃的 好地方 因此怎樣 1946年1月12日 他想要怎樣 將台灣 台灣佔為己有 集體將台灣人民 以一道行政命令 一夜之間強迫規劃為 中華民國的國民 也就是各位手上現在拿的那張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有經過你們的意願嗎 沒有 沒有 沒有詢問你們的意願 非法 集體強迫規劃為中華民國的國民 規劃為他的人民 有沒有人知道他違法 有喔 有喔 誰知道 知道的人都被他殺死了 為什麼 在日治時期 我們有沒有培養很多的政治精英 有 公民素養非常的高 我們培養了兩萬到三萬的政治精英 裡面有多少什麼 老師 醫生 律師 博士 碩士 包括陳陳波 那些畫家 所有的那些政治精英呢 怎樣 1947年2月28 台灣人民黑暗歷史的開端 228事件 我有講喔 我是一個政治能感 原本 在我這個年紀政治能感很正常 你讀歷史課本 你看到228事件 喔 它就是一個歷史事件 你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中華民國的老師呢 他也絕對不會告訴你 228事件 中華民國有多麼的殘忍 可是 進來台灣民政府之後我才知道 什麼叫做屠殺 我們剛剛有沒有看到陳陳波 他在車站的前面 雙手合掌 鐵絲綢手掌中間穿過去 跪在地上 手槍 砰 直接就地槍絕 沒有原因 沒有理由 我們有一期的學員喔 他是陳陳波的遠房親戚 他聽到我講這一段之後 他下課的時候 就來跟我講 他說喔 陳陳波啊 怎麼死的他很清楚 他的兒子女兒都在現場 看著他爸爸被槍殺 屠殺之後呢 他的兒子女兒 要把他爸爸的屍體扛回去 沒有人願意借單嫁給他們 每個人都怕惹禍上身 他的爸爸的屍體就在那裡 曝曬 曝失好幾天 一直到他的兒子去拆那個 門板 聽那個門幫 才把他爸爸的屍體扛回去 可惡嗎 可惡 這叫屠殺 他將你日治時期所有知道這些事情的政治精英 全部殘忍的屠殺完之後 在進行了什麼 這個世界上最長的 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白色戒嚴恐怖時期 知道吧 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 有長嗎 他治理台灣也不過 佔據台灣也不過幾年 七十年 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時間裡面呢 如果你們還敢再講一句話 你晚上你就不去 那你還敢說嗎 所以各位腦海裡面的政治很黑暗是誰造成的 中華民國給你們的觀念 可怕嗎 可惡嗎 很可怕 但是呢 歷史課本上二十八事件老師會教你嗎 不會 他只會跟你講 這就是個歷史事件而已 到底是誰屠殺本土台灣人民 中華民國 蔣介石集團 他將你屠殺完畢之後呢 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 將在場所有的人民全部都洗腦成功 所以一直到今天 很多人都會以為怎樣 中國是我們的祖國 中華民國對台灣很多建設 事實呢 他只是篡改我們的歷史而已喔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號 四萬塊換一塊 什麼叫做四萬塊換一塊 這個喔 我跟我弟弟在講的時候 我弟弟喔 他是台大 畢業生 高材生 頭腦很好嘛 我在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給我吐 以經濟學來講 以經濟學來講 一個國家啊 如果 如果面臨通貨膨脹 然後整個經濟 快崩盤的時候 政府要不要拿出對策 要嘛 所以 他說 所以啊 當初他要平易物價啊 他平易物價 因此四萬塊會換一塊 不然經濟會崩盤啊 他講的有沒有錯 其實他講的沒有錯耶 可是呢 我弟弟知道原因嗎 不知道 我現在可以告訴他了喔 因為我已經聚首考完了 我就可以跟我弟弟講 為什麼 當時 中華民國國民黨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在這個時間內 在中國國共內戰 表示什麼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這個時間 自家兄弟還在打仗 他還在打仗 來到這邊 代理佔領台灣的時候 台灣是不是無阻 他將台灣所有人民的物資 收刮一空 運去支柱他的國共內戰 請問台灣會不會 物價通膨 當然會 再用四萬塊換一塊 公然搶奪本土台灣人民的財產 三七五點珠 大地主便小地主 用所有的政策 將台灣人民的所有的財產 全部剝削一空 當時代理佔領台灣之後 惡性的物價通膨 把賬要不要錢 要 台灣有沒有很豐饒很富裕 有 當時 他將本土台灣人民的財產 全部收刮一空之後 再將 所有的財產全部都變成他的 政治方面 承移及行政司法立法 軍事大權於一身 嚴重的官僚 作風與貪污問題 與當時日治時期的紀律 嚴明跟高行政效率 形成強烈的對比 可惡嗎 當時有多少人餓死街頭 你看都氣憤了 就是很生氣 還閃了一下 所以齁 不是齁 我們現在要有什麼 我們沒有要有 民族的仇恨 不需要 但是本土台灣人 有沒有全力知道歷史的真相 有 他可以掩蓋嗎 照理來講 他不應該掩蓋 不應該欺騙 所以各位知道 前陣子之前 柯P為什麼會哭嗎 因為齁 他外公吧 還是爺爺 他就是2284間的受難者 他就是最清楚的那個人 終於1949年 10月1號 中華民國於國共內戰戰敗 成為了流亡政府 什麼叫做流亡政府 當時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哪裡 南京 他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打敗之後 他怎樣流亡了嘛 他要逃離了 他當一個政府 離開他的首都之後 離開他的領土之後 在這一刻 他就成為了流亡政府 因此呢 中華民國流亡在 台北 你有沒有聽過中華台北 知道中華台北怎麼來的了嗎 齁 就是因為這樣 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所以他只能講中華台北 他不能講台灣齁 然後他在這一刻成為了流亡政府 有沒有聽過 反攻大陸 有沒有聽過 反攻大陸 他想要回到他的領土齁 中華民國只有回到他的領土 他才能恢復他成為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的身份 齁 因此 反攻大陸跟台灣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有沒有突然覺得自己被洗腦的還蠻徹底的 喔 可是我們會問 美國呢 美國你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你應該要保障 被佔領地區的人民啊 那我們被中華民國這樣子對待了 你應該要站出來說話 美國有想過要將中華民國趕出台灣 因為他沒有想過中華民國會變成流亡政府 可是好死不死的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 為什麼 韓戰爆發齁 我們都知道 美國他是不是民族主義 中共是什麼主義 共產主義 是不是對立的 因此齁他絕對是反共到底嘛 當時韓戰爆發呢 中共有介入齁 因此美國呢 為了要怎樣 反共他也必須要參加 齁他也必須要參加韓戰 可是在這個時間點他怎樣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他已經自顧不暇了 台灣絕對不能交給中國 那台灣呢 在這個時間點 他必須要有一個人跟他的立場是一樣的 來先幫他管理台灣 請問有誰 對 只剩下一個人 喔 再加上中華民國他要把中華民國趕出台灣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收留他 然後台灣當時又無主 所以因此呢 美國他怎樣 因為反共犧牲了誰 犧牲了台灣 喔 可是喔 美國知道 絕對不能將台灣 交給中國 因此 1952年4月28 究竟商和平條約簽訂的時候 也就是我朋友問我的 究竟商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不是已經聲明了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放棄台灣澎湖的主權權利 為什麼你們台灣 民政府還說 是日暑美戰呢 日本天皇的領土主權並未放棄 意思是什麼 什麼叫做主權權利 什麼又叫領土主權 主權義務 這個法理有一點深奧 可是我簡單舉個例子來講 現在這一個教室這個土地啊 在30年前 這個地主就跟我講說 他喔 這塊土地喔 他喔 沒想要管啦 也沒想要用啊 剩菜我拿去我要做什麼 剩菜都好啦 給我用就對了 他後面都沒管啦 我說好啊 我就拿來喔 起一間教室 然後喔 拿來使用了 這個30年 然後 現在這個土地 就變成我的了 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不對 為什麼 我沒有簽土地所有權狀 對不對 因此 我們剛剛有講 下官條約一直到現在 有簽訂台灣跟澎湖的割讓嗎 沒有 沒有 究竟三和平條約裡面有割讓條款嗎 沒有 日本放棄的是什麼 主權權利 也就是管轄權 好 他放棄的只是管轄權 所以他有殘留的主權義務 日本天皇的領土主權 有割讓出來嗎 沒有 有指定收受國嗎 沒有 因此日本天皇的領土主權並未放棄 這樣了解嗎 好 主權權利 主權義務 跟領土主權 是不一樣的 愛情湊好 但是有人會問 不是有三個公報嗎 開羅宣言不自打公告 日本祥書 這三個公報不是在在的都講說 台灣跟澎湖啊 應該要還給中國 什麼叫做單方面的宣言跟認知 有沒有看到這三個小朋友 有齁 來喔 你看到這個小妹妹 哭得很慘對不對 這個球是我的啊 他說這個球是他的 然後這個綠色的小弟弟有沒有哭得也很厲害 趕快把這個球還給妹妹 然後這個紅色衣服的弟弟有沒有看到 他很酷的把手放在這裡 發票在我的口袋裡 好請問球是哪一個小朋友的 紅色衣服的小朋友的對不對 他是不是有發票 他有證明嘛 對不對 所以台灣呢 跟澎湖在戰爭的時候 美國說台灣跟澎湖應該還給中國 中國說台灣跟澎湖應該要還給他 可是日本天皇有同意嗎 沒有同意 有簽讓割讓條款嗎 沒有 戰爭時候所說的宣言 是條款嗎 不是 單方面的認知可以算數嗎 不行 那請錯啊嗎 一切以 條約 雙方條約 才能夠算數 那請錯啊喔 因此台灣的土地所有權壯還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這是一個跳蚤的故事啊 然後跳蚤故事我講的快一點 我之前都認為台灣人像跳蚤 你不要小看跳蚤喔 他是全世界跳得最高的動物 很厲害喔 他可以跳比自己身高高一百倍 你做一個實驗喔 你把跳蚤放在桌上 拿一個蓋子 把跳蚤蓋起來 你拍桌子 那個跳蚤就會跳 那是不是跳很高喔 跳很高之後他就會撞到玻璃 他頭就會很痛 你再拍他又撞到了 再拍他會怎樣 他會跳低一點 有跳嗎 他就跳低一點 這樣就不會撞到了喔 你就把蓋子拿掉再換低一點的玻璃 再拍他是不是又撞到 幾次之後他就越跳越低 越跳越低 你的玻璃的蓋子就越換越低 越換低 換到接近桌面的蓋子的時候 你再拍 他會幹嘛 他不跳了 啊不跳之後怎樣 他就用爬的 喔會爬喔 你把蓋子拿開之後 你再拍 沒有蓋子了 跳還是不跳 不跳了嗎 從此以後都不跳了 這一隻跳蚤從此以後都用爬的 所以他以後不是跳蚤了 他叫做爬蚤 所以這代表什麼 自我設限喔 台灣人民喔 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給的七十年的教育之後 台灣的人民現在都是自我設限的狀態 大部分呢沒有了好奇心 也不會想求進步 他不知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之後 台灣人民以後可以過上 比現在好幾百倍的生活 你不知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會對台灣人民有多重要嗎 非常的重要 所以從現在開始你必須去了解 台灣人民如果有一天也可以像阿拉伯石油國一樣 戴那個阿拉伯帽在那邊飄啊飄啊 你感覺怎樣 不錯喔 真是不錯 南海石油 美國為什麼不能採 中國為什麼不能採 日本為什麼不能採 中華民國為什麼不能採 誰可以採 台灣國際地位沒有正常化 要了解嗎 所以在2006年的10月24號 我們的秘書長林志生 帶領228年228事件的受難家屬去控告美國政府 然後堅持他為台灣人走出一條路喔 2018年3月18 美國華府聯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people of Taiwan 台灣人無國籍很重要的意義在哪裡 如果今天我嫁給一個飛翁 我生出來的小孩是誰 是誰 小飛翁嘛 那如果今天你取了一個飛翁 你生出來的小孩是 小台灣人還是小飛翁 小台灣人喔 答案是小飛翁 為什麼 因為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這樣有恐怖喔 這樣有恐怖喔 我們是台灣人 但是我們沒有國籍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喔 2009年4月7號 美國聯邦高院判定 台灣人無國籍承認的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 台灣人無國籍承認的政府 大家都知道喔 前幾天的新聞才報 中華民國的護照不能進聯合國 大家知道嗎 台灣在國際地位一直都沒有任何的地位嘛 大家都知道 現在連中華民國的護照都不能用了 但是各位你們知道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可以進聯合國嗎 有看過 有傳給你們看過嗎 這網路上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官網裡面就有了喔 所以知道 無國籍承認的政府是 無國籍承認政府誰 因為台灣國際地位還沒有正常化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生活在政治煉獄喔 各位知道什麼叫政治煉獄嗎 我們從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就有計畫性的將本土台灣人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現在各位手上拿的那一張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的背後 右上方呢輕輕地摸呢 有一個透明的條碼 他可以辨識你是中華民國的人 還是你是本土台灣人 如果你是他的人呢 考試我就來給你偷偷的加分 順便用本土台灣人的納稅錢來發假學金給你 大家請知道 知道馬英九跟秘書長是同學嗎 不知道 知道馬英九讀書很差勁嗎 不知道 很多人知道喔 馬英九讀書除了差勁之外 還可以考上哈佛 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考試有沒有作弊 絕對有 各位 我們剛剛在講日治時期 台灣本土台灣人的公民素養水準 普及教育高不高 高 我們有可能輸給落後 我們一百年以上的中華民國流亡難民嗎 不可能 可是你們反觀現在的整個政治現況 有沒有發現 整個政治的一級長官幾乎都是 中華民國的人 中國人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知道七十年來本土台灣人被破壞了 迫害了多少的政治戀獄嗎 這就是政治戀獄 一直給你們教育說 政治很黑暗 連我都政治能感 我都會跟我媽講政治很黑暗 可是政治黑暗嗎 如果以歐洲西方的國家來講 他會鼓勵 公民參與政治 因為政治就是眾人之事 所有的政策 跟所有的人民 都是有相對的關係 鼓勵你多參與政治 可是台灣不是這樣 台灣並不是這樣 這樣了解嗎 這是很可怕的政治戀獄 2009年7月8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這是本土台灣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首次向 美日太平洋戰爭征服著美國 依照萬國公法國際戰爭法 及究竟上和平條約 美國憲法提出告訴 告贏了沒 告贏了喔 2009年8月6號 美國政府代表國務院宣布 放棄抗辯權 我投降 表示你們說的都是正確的 你們對阿 我們告贏了 可是告贏了 美國為什麼沒有將政權還給我們 2009年10月5號 美國最高 聯邦最高法院宣布 擱置本案代審 為什麼要代審 我們都告贏了 你應該要將政權還給本土台灣人阿 美國就說 OK阿 還給你們阿 我把中華民國趕走 請問 你有政府可以接掌政權嗎 欸 對齁 那你有沒有公務人員可以上班 欸 沒有欸 美國說 我很公平 第一個 我一定是協助你們成立什麼 屬於本土台灣人的平民政府 也就是台灣民政府 然後呢 公務人員呢 蔣介石集團 當初來到台灣 他帶了1000名的公務人員 台灣當時是600萬的人民 台灣現在有2400萬的人民 所以1比600萬 4000比2400萬 等比 1比6 4比24 因此 美國說 你們就 我公平阿 也沒有要求你太多 就4000名公務人員 這就是各位 坐在這裡的原因 你必須 要有人接掌政權阿 好 美國說 那這樣子 你們訓練好之後 就可以告訴我 因此怎樣 我們在今年的2月28號 第二次的跟美國提出告訴 我們 達到了 我們差不多達到4000名公務人員了 你準備應該要將政權還給我們了喔 準備應該要將政權還給我們 因此呢 完成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也就是這一張 台灣民政府身份證 沒有辦的 一定要趕快去辦 這個才有辦法證明你的身份 這個在今年的1月1號 已經全球194個國家通用 你進美國 白宮聯合國 都可以靠這一張身份證進去 你拿起來看啊 它裡面有12道的防偽晶片 然後這裡呢 是USMG 也就是美國軍事政府所合法的 合法的身份證 一定要趕快去辦喔 那現在呢 我們會覺得說 欸 現在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新聞 都有在報台灣民政府的新聞 對不對 我們在場 知道1月15 11月15號的萬人大遊行吧 有去耶 有人有去的請舉手 喔 有沒有腳很痛 有啦 有 有深刻的體會啦 有走到腳很痛 肩膀很痛 可是那是一場 非常成功的革命 喔 非常成功的 那真的 還給你走一次好不好 知道現在有多少的媒體喔 疼 可是知道因為這一場 真的讓世界看見了台灣 這真的非常的不簡單喔 台灣喔 在這一場 11月15的萬人大遊行 美國 日本 他們都沒有想到喔 台灣民政府會這麼的成功 台灣民政府會這麼的成功 而且這麼多的人呢 能在這一刻喔 站出來 所以這是非常不得了的 結果呢 TVVS啊 三立啊 很多新聞台他們沒有拍到畫面 結果被東森搶獨家喔 然後沒有拍到畫面之後 他們就跟秘書長講說 欸 再走一次好不好 可以再走一次好不好 你如果再走一次喔 我給你全程轉播 秘書長又說我考慮一下啦 一月份再說啦 一月份再說啦 知道以前喔 你台灣民政府你要看到正面的報導 有沒有很困難 有很困難 有很困難 可是為什麼今年 你可以陸續看到這麼多正面的報導 因為媒體非常的聰明 他們會不會看局勢 會 他們知道局勢喔很重要 千人見走走出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裡有個七年級的楊小姐 就是我啦 齁 但是很重要的重點是 當我跟記者接觸的時候 記者她說了一個重點 不好意思喔 我們來跟你採訪的時候呢 其實呢 上頭呢 她都已經決定好 今天這則新聞要報什麼了 我來跟你採訪只是補補鏡頭 補補畫面而已 反正你講什麼 對我來講不是重點 上頭已經交代好 要怎麼報這則新聞 黑暗嗎 喔 恐怖喔 就是這樣 可是為什麼現在的媒體 願意報導台灣民政府的正面新聞 國際局勢的壓力 這是很不得了的轉變喔 這是幾年來 你可以發現 最大的轉變喔 所以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以假亂真欺騙台灣人70年 封鎖控制台灣媒體 有沒有 有 我們覺得台灣是一個很開明很先進的國家 可是各位你們知道 台灣的網路 查不到228事件的歷史紀錄片 哪裡查得到 如果你們有去國外 你們去查他們的網路 你們看得到228歷史紀錄片 台灣看不到 有沒有封鎖 有呢 我們以為 網路無所不能 錯了 可是你去國外 你會去看228歷史紀錄片嗎 不會 所以根本沒有的人 多少人知道原來台灣 台灣也是被封鎖的 你也知道台灣歷史真相 這個就是事實啦 永遠就是叫你讀什麼 康熙乾隆啊 雍正 可是跟台灣人有關係嗎 真的沒有關係喔 流亡政府的中華民國肇事選舉 你拿著他的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去投他的議員 投他的市長總統 就代表你要做他的人 這樣你們還要 你們還要投票嗎 不要投票喔 中華民國流亡體制內的政黨 有誰 國民黨 民進黨 台聯黨 親民黨 新黨 民國黨 全部的黨都是對不對 民進黨登記什麼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前面是什麼 中華民國 因此呢 阿扁上任的時候 他必須按著中華民國的憲法宣示 所以他上任之後才知道 喔 原來不能台獨喔 才 是不是上任之後就四不一沒有 他能夠講出真正的裡面的內幕嗎 不行 可是呢 四不一沒有 有沒有被大家罵死了 有 結果是什麼 他才知道事實 喔 所以所有的黨派都是在中華民國的體制內 只有台灣民政府不是 新聞喔 我就說我政治能感很嚴重喔 新聞都有報喔 蔡英文流亡政府說還出書喔 新聞報這麼大 我也不知道啊 我還跟我媽講說喔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第一次聽到 結果人家新聞都有報喔 蔡英文流亡政府之說 綠尾普遍的共識 大家都知道啊 那是不知道的人數是沒有關心 對 沒有關心台灣喔 沒有關心你生活的這一個國家 這一個社會 美國說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到現在還在騙 新聞都看得到啊 都知道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啊 可是呢 大家都以為中華民國等於台灣啊 是不是 完全是不一樣的喔 完全是不一樣的 台灣啊已經快被賣給賣給中國了 大家知道嗎 很多大大小小的政策都是喔 我們講政府的政策 我就講啊 親身的經歷就好了 我姊姊 我姊姊的公司是在賣這個 童影部幕的 這個器材的公司 他在賣這個器材的公司啊 他們喔 每年他們會跟政府機關來配合一些預算案 譬如說政府機關啊 學校啊公家機關啊 他們政府每年都有撥住 來讓他們喔 去汰換這些器材 原本一萬多 砍 六千多 再砍 五千多 再砍 四千多 欸請問四千多 如果是台灣的公司有辦法賣嗎 買合嘛 沒辦法買嘛 可是今天這個學校的 投影部幕壞掉了 他還是得買的時候 請問他可以跟誰買 跟誰買 中國買 那如果政府機關所補助的錢是誰的錢 台灣人民的納稅錢 結果給誰賺去了 給中國人賺去了 啊結果台灣的中小企業快倒工光了 這樣子是經濟不景氣還是政府無能 政府無能 這樣各位你們能了解嗎 台灣人不是窮 是因為政府無能 大大小小的政策 都能夠解救台灣 只看你這個政府怎麼做 喔 很可怕喔 有沒有看過海綿道路 有喔 知道這個道路你看這個 氣球它是站在道路的孔上 然後它是不是有吹起來 代表道路在呼吸對不對 道路為什麼會呼吸 你看這一層一層 像不像賣飯食 這裡有孔 髒空氣流進去之後呢 經過賣飯食過濾層 再呼出來的空氣是乾淨的空氣 然後這個最下面有一個儲水槽 如果雨水啊流進去之後 經過過濾層之後 到儲水槽的時候 它是乾淨的水 這個道路厲害 厲害 好不好用 好用 知道誰發明的嗎 本土台灣人發明的 如果是本土台灣人發明的 我們應不應該要普遍的來使用它 新聞也有報 生態工法鋪的海綿道路 除水量可達70噸 它可以解決台灣缺水的危機 知道我們的水庫 的淤積100年以上都挖不完 所以到底是政府沒有好好的在維修保養 還是氣候的問題啊 台灣是物產豐饒一年三收的國家 照理來講是不會缺水 那如果我們要解決我們鋪海綿道路好不好 是不是好方法 好方法 這樣工法做出的海綿道路 除了通行儲水降溫房在降低空污 它甚至比傳統的駁油道路還要便宜 可是為什麼不能普遍使用全球三十幾個國家 在徵求它的專利 原因是什麼 採購法 什麼叫採購法 我告訴你 今天我要選市長 我要選市長 然後你是財團 我就跟你說 你今天支持我選市長 我選上市長之後 我就將這個道路一整年的工程都包給你 然後啊 你如果是沒有錢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道路圍起來之後 吐吐吐吐吐吐吐 這樣你就有錢了 會 ali有沒 有沒有發現 選舉 沒錢 道路就圍起來 吐吐吐吐 啊知道在吐什麼嗎 不知道在吐什麼 然後呢 這樣子你就有錢了 然後你就會支持我選市長對不對 有沒有官商勾結 官商勾結 然後採購法怎樣 剛開始博友道路鋪第一次的時候呢 它的費用是怎樣 比較便宜的 然後政府每年就撥了一個預算在那裡 只要你道路有壞掉什麼呢 你就可以圍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申請預算 可是海綿道路呢 第一次鋪的時候呢 它的成本會稍微高一點 可是以後幾乎都不需要維修了 哪一個好 海綿道路好 可是不好意思啊 財團沒有錢可以賺了 那你也不會支持我選市長 我市長也不會選上 那我還要讓海綿道路通過嗎 我這麼不愛咧 是不是 好 各位你們過了五關之後 你們會選職務 你們可能會選内閣或者是議員 内閣或者是議員 議員現在如果來表決 現在來表決 海綿道路啊 要不要讓他通過 要 我是市長 我來跟你們說 等一下喔 你不要給我投贊成票喔 我跟你說喔 不行投贊成票 威脅 財團喔 來 欸這錢給你啊 你等一下不要讓他通過 這個錢給你 你不要讓他通過 好 表決 海綿道路要不要通過 通過請舉手 好沒人舉手喔 馬上接受賄賂 台灣民政府執政以後貪污唯一 死刑 要不要做一個 對台灣社會有意義跟貢獻的官員 要不要愛護人民 要不要愛護百姓 要 這樣清楚嗎 清楚喔 你還敢相信你眼睛看到的是真相嗎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即將離開台灣 有沒有看過這朵梅花 代表台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有沒有 有齁 上面有寫台灣兩個字嗎 沒有 Tranese Taipei 中華台北 有沒有 明明就沒有台灣 還可以代表台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大家還在那裡揮中華民國的國旗 揮得很開心 他跟台灣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喔 裁軍行政院廢止案平坦島建設 國共和解是什麼 你上網打 你會看到裁軍 為什麼要裁軍 一個正常的國家要不要國防 當然要國防啊 可是喔 美國跟中華民國講 Pai Se 我們幹的勾當被發現了喔 你要離開台灣了 可是呢 流亡政府在國際間 依照國際戰爭法規定 流亡政府呢 不可以擁有自衛隊超過12萬人以上 否則他在國際間就稱為 恐怖組織 因此要裁軍 那要幹嘛 因為他即將要離開 喔 他如果擁有自衛隊超過12萬人以上 他在國際間就稱為恐怖組織 行政院廢止案一個正常的國家 需不需要很多的政策跟很多的條款 為什麼 啪啦啪啦 你打還不是一條兩條 非常多的行政院廢止案 你隨便點一條進去 國防部 軍醫條例 組織條例 廢止 令總統 馬英九 行政院長 這樣一話 網路上都查得到 可是各位 如果你不關心這個國家 你就不會去了解 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多很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要離開了 他用不到這些組織條例了 政治台灣他創造的是一連串的假象 有沒有看過這個平潭島的建設藍圖 沒有看過 有沒有漂亮 很漂亮 要蓋成科技大島 知道平潭島兩三年前是怎樣 他是一個落後的小漁村 兩三年間要把它蓋成像剛剛那樣的科技大島 用誰的錢 台灣人民的納稅錢 然後蓋誰的家鄉 中華民國要離開的家鄉 平潭島實驗區兩岸共治 誰跟誰共治啊 我跟你講 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問我爸爸 我爸爸呢 他是一個政治狂熱者 他呢 是不相信台灣民政府 可是呢 看到這則新聞 我就問我爸 爸我幫你問喔 請問 台灣人為什麼 可以去到中國大陸 當官 我爸爸很認真地看著新聞 回答我說 我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 喔 他也不知道 所以我爸爸辦身份證了 他是政治狂熱者 他對政治非常地了解跟理解 可是他也無法回答我這個問題 台灣人怎麼可以去中國大陸當官 就不同的地方怎麼可能 那中華民國可不可以去 可以 所以 所以中華民國 的人 他可以去到中國大陸 因為他們要撤退的家鄉 這樣要幹啊 迷失的台灣現在是什麼樣的狀況 來越南大暴動 太陽花學運 有沒有看到這個學生被衝倒在地上 有沒有很可憐 我們有一起喔 的學生 他是有參加太陽花學運的 那那個太陽花學運的學生 我就問他 欸 你當初去反服帽 反ECFA的時候 為什麼要去參加 因為我愛台灣 喔 很讚 那你有沒有看過 服帽跟ECFA 裡面的條款 沒有耶 那你去參加什麼 因為愛台灣 好 那你知道嗎 服帽跟ECFA的條款 從頭到尾都沒有寫到台灣兩個字 我不知道欸 那你去抗議什麼 愛台灣 喔 有沒有愛錯台灣 有沒有愛錯台灣 有齁 就為了一個愛台灣 然後被衝倒在地上 結果呢 服帽跟ECFA是中華民國國民黨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所簽的國共和解案 跟台灣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有沒有很冤枉 有很冤枉 所以以後 愛台灣 要不要愛對台灣 要 要愛對台灣齁 2015年齁 是台灣很重要的政治年 在今年呢 發生了非常非常多政治上的變化 如果你們會看國際局勢齁齁 你們就會明了 你們就會明了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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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漂亮嗎 有沒有很漂亮 你可以反觀想像一下台灣的那個 下水道蓋嗎 如果以後我們改成這樣好不好 這樣漂亮漂亮 漂亮喔 以後改這樣喔 好 表決通過 就這樣 那改了這樣子之後 騎摩托車就不會回到車子了對不對 是不是不錯 真的不錯 這個以後我們就來交給我們的 中央內閣國土交通神來規劃好不好 好齁 有沒有突然覺得有一點點的理想跟抱負 有沒有想要做一些事情 如果今天那你能夠怎樣改變觀念改變行動 台灣民政府齁我們要講 如果人的一輩子啊 你在想你可以為這個社會做有意義跟貢獻的事情 你覺得有可能 你們覺得有可能嗎 很難對不對 可是台灣民政府今天給了我們這個機會 我們在今年有機會見證歷史性的轉變的一刻 秘書長有講 像現在進來的各位 可能 丁西朗有受歡迎有保備有拜拜 所以你們不需要再等待這麼長的時間 你們就能夠見證歷史性轉變的一刻 可是呢 各位你們有信心 來為台灣 做一個清廉 然後真正為台灣人民著想的一個官員嗎 有沒有信心 要不要加油 我們一起加油好不好 要大聲回答 有沒有信心 真的 我們一起努力 來為台灣創造更美好的社會 好不好 謝謝大家 我剛剛一直想跟大家介紹一個人 他就坐在後面 想不想看看我隔壁的阿姨是誰 我隔壁的阿姨來三道 阿姨你起來一下啦 有沒有 就是他啦 隔壁的阿姨再來就是他啦 隔壁的阿姨就是他啦 好 好 我們今天上課到這邊